今天我们一起考虑一下几个原理 还有五张六幅的位置 好吗 首先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里的硬币塔 左边的怎么样 你感觉可能有一点不舒服 对吗 不太平衡的感觉 右边的话怎么样 比较稳定 对吗 比较安全的感觉 有什么区别呢 左边是有一点歪了 这样歪了 所以不太安全的感觉 可能马上塌的感觉 对吗 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 我们人体是我们的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为什么呢 这个硬币塔的原理来可以说明的 如果你的左边的脚腕受伤了 那左边的腿怎么样 左路的时候不舒服 所以你既然能靠你的右边的腿 然后右边的腿的时候也是怎么样 可以自然的这样走路吗 慢慢的走路吗 不会的 你不平衡了 你靠右边 所以 右边大概这样的走路 对吗 那这样的话 你的右边的膝盖开始压力很大 那你的右边的膝盖 以后怎么样 也是痛 有问题了 那右边的膝盖 那右边的膝盖痛的话 你也自然能再次靠你的左边 所以这样靠的话 你的左边的骨盆也开始压力了 所以骨盆也开始痛 受伤的意思 那骨盆这样受伤的话怎么样 而且这样走路的时候 这样大腿的骨头 继续刺激到你的骨盆的话怎么样 不然也是平衡是正常的 但它开始这样 歪了 那这个骨盆歪了的话 下面的腰椎怎么样 腰椎是这样子对吗 如果你的骨盆这样歪了 那腰椎也是应该这个样子吧 但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样 可以像我吗 不能像我 一定要 你的身体这样 恢復正常 对吗 腰这样 然后这样 再次 再次 但这 再次这样的话 这次的话 这次歪了这边 所以腰再次恢复 但这样 过度了 所以那 慢慢慢慢这样的话 你的腰椎怎么样 变成S型的 对 这 这样子的意思 从颈椎到腰椎都 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一定要 我们的头需要正常的 对吗 这样生活 好不好 对 不行 所以 我们的头一定要这样 为了头部的平衡 整个脊椎都 外了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问题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了解 一个原理 我们的头脑的工作方式 头脑的话 只能知道一个最痛的地方 而且 五脏六部的话 基本上 没有痛的感觉 而且我们 最重要的是 上面 下面是不太重要的意思 一个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是 老板 对吗 员工 比较老板的话 不那么重要的意思 如果那个老板好的话 下面的员工怎么样 自然而然都好的意思 但如果老板不好的话 这公司里面的员工都怎么样 也不太好的意思 这个公司的整个情况 也不太好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肾 肾脏是骨头连着的 所以如果你的肾健康的话 你的骨头怎么样 健康的意思 但如果你的骨头比较弱 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肾脏开始弱的意思 好的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两百篇的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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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